抗生素过敏反应 一个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 就是我们所说的速发性过敏反应 病人常常会表现出疲疹 然后心慌胸闷出冷汗 血压降低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 严重的可能导致患者的一个死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 当然了 另外比较常见的一个过敏反应 就是出皮疹 皮疹可能有各种这样的表现 痒或不痒的红色的斑丘疹都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还会表现成像寻麻疹的形式 第三种就是一些溶血的反应 比方说患者出现一些溶血 贫血 出现一些皮肤的子颠等等 这些都是抗生素过敏反应的表现 感谢观看 是在哪里面的声音 在这些人里面的表现 也会有什么感觉 这些人的病人 就在这些人里面的表现 这些人的病人 是在那里面的表现 这些人的病人 是在那里面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